抗中保台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要去挑衅 我们是理性不挑衅 讲官安有讲到说 你之前去大陆那个宁波医疗中心交流 当时还讲了一句说交流的一大度 然后有人认为你的抗中保台的DNA 抗中保台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要去挑衅 我们是理性不挑衅 那至于那次的任务 那是北一大的一个任务 我是董事会的一个成员 然后里面说我去勾结 或者说什么去赚取什么样的财富 我们董事会是义务值 是没有薪水的 学校赚钱不赚钱跟我们是无关 那我们对学校怎么样去做一些社会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或是代表董事 没有代表就跟董事会一起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